大家好 欢迎收看神游 in the house 台本俱乐部 我是今天主持人夏美 我是今天主持人 哈哈 夏美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特别企划 像是你不是平常很爱骑单车吗 然后都会去骑一些有稻田的那一种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最喜欢就是骑我们的花东和波浪大道 旁边都是稻田 骑起来真的超浪漫 我超喜欢的 那你会不会有点好奇 就是我们骑在这一条道路上面 然后这些的农夫在耕作的过程 然后他的辛苦 我们现在吃到的稻米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历历皆辛苦对不对 没错 我们今天就直接邀请到了我们的乐仙的小叶大哥 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跟我们做一系列关于我们的农耕 一些稻米的一些知识 我们欢迎我们的小叶哥 欢迎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厚龙的乐仙米龙 叶信宏 然后大家就找小叶 那我主要的种植的东西是稻米 小叶哥啊 像是说我们民以食为天嘛 那我们每一天都要吃米 那你是怎么去放弃到你原本的高薪 然后要转行到了这样子我们的小农 因为我们家原本就是在种稻米 然后初期我是先行销我们家的米 因为我们家的米第一个是它是无骨根做 然后它再来是我们自己烘自己念 然后自己包装然后给客户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好的东西 分享给我的朋友 所以我们初期是先做分享的动作 然后因为分享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种植的理念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有时候客人问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回答客人 所以我才回来这边 开始加入种植这件事情 对不然的话 有些客人问一些问题 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他 上个年回馈自己原本的家乡的感觉 那这样大哥 你的热仙米跟一般的米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刚刚我讲到我们家热仙米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初期 刚刚讲到我们自己烘自己碾自己包装 所以我希望客人吃到这是新鲜的米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只要东西新鲜它就会好吃 所以在给客人的时候 就是希望客人订购完之后 可能要等到等我两三天的时间 我才可以联名然后几个课 就跟咖啡豆一样 现烘都是绝对最新鲜的 新鲜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像蔬菜有每次要吃一种最新鲜的 现材的 现材是最好吃的 那像刚刚听了大哥讲啊 其实你也是蛮从 就是偏向那种有机的耕种 然后无毒的栽培嘛 对 我有点好奇 像是你身上穿的这个热鲜 我什么是热鲜啊 就因为我们在回来行销 米的过程中 发现太多米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说 是不是要把我们家的米取一个名字 那因为刚好我是客家女婿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妈妈就说 那我们家的米是健康 然后吃得会快乐 那不然我们就取一个名字 叫做Loxane 然后就是客家话快乐的意思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我们家的米取名成热鲜米 热鲜米 那如果我要学一句客家语叫做你快乐吗 我的要怎么说 就是应该说Loxane这些意思 它比较快乐 然后就是Loxane Loxane Loxane 可是像大陆我像我平常有在煮饭 然后呢 我像我煮饭 因为有时候上班就是下了班之后 回到家时间不多了 又很饿 我就没有时间去泡米 因为我想说 那米有泡跟没泡煮起来真的差很多 像这种专业知识 我就真的要问一下我们达人了 这个关于煮米煮饭这件事情 我有去问过中文就是一些研究米的博士 然后就刚刚有讲到的 他也认为说只要米新鲜 那为什么我们在煮饭的时候要把米这件先泡水 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让米它有水分 吸饱了以后 对那刚才我讲到我们家是新米 那新米在浸泡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长 甚至像我们自己在煮我们家的米 是不用再浸泡水 但煮米的过程中因为水分它比较多 所以像我们家我们的米 我就会建议可能大概一杯米大概八分水 因为正常都1比1或1比1比2 对对对对对 对那因为我这样煮过 就煮起来的口感会比较 有些人喜欢那种软嫩的感觉 有些人不喜欢 但以我自己的感觉 我希望吃起来就是有点像粒粒分明的那种状况 所以我会建议客人来我们家的米回去的话 以白米来讲大概1米1比1八分的水 那如果是糙米的话1比1杯水 然后我们家糙米会跟客人讲说不用特别泡水 因为已经吸饱了那种新米 充满已经有它自己本身米的水分 对而且另外是因为我在粘米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自己粘米 所以我在控制那个糙米的部分 我把它的外壳再粘掉多一点点 然后让客人吃起来不会好像在吃那种稻子的感觉 原来如此 那现场我们有看到像这种玉饭团是有在卖的吗 还是有做手做DIY啊 对有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我们这个玉饭团 就是我们目前因为除了卖米之外的话 我也在我们自己的活动中边加了所谓的DIY玉饭团 然后这个玉饭团的制作过程就是 初期客人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会先煮好饭 因为但是做玉饭团基本上我们会做冷的东西 所以我会先煮好饭然后让它放冷 然后冷的时候在过程中可能 因为我初期再用的时候如果单白饭吃起来没有味道 所以我又加了就加了一些像那个我们在梅子 对梅子或是我们在超市买到那些 像小朋友吃饭不是要加那个拉辛雷是那种调味的东西 我会先拌过请客人先拌过 然后饭就有味道了 然后在包的过程中就可以包玉米啊 包糯松或是包海苔籽 包肉鱼之类的东西 这是可以在现场体验DIY 那时间大概多长啊 这个预饭团的DIY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左右 20到30分钟 那除此之外现场是不是有这个 这是什么 火米茶 我们现场另外一个DIY就是这个火米茶 然后这个火米茶的制作过程大概可能约 约大概45分钟左右 那它主要的过程就是把我们家的糙米 这个是用糙米做的 然后把糙米洗干净之后把它沥干 然后经过大概10到20分钟的一个炒 用平底锅然后慢火这样子炒 然后炒的时候客人会从一开始生米 你会慢慢闻到 客人每次问我说怎么叫做熟了 怎么可以的 闻到香味叫做熟了 因为在炒米的过程中 它的米的香味慢慢散发出来 所以吃然后炒到它的米的香味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试吃 那试吃的时候一般 试吃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吹吹烤烤烤的声音 那今天这个部分可以请两位主持人试试看看 这也是会烤烤烤的吗 对就是 这是可以直接吃的 对直接吃 那也可以拿来泡茶 因为这就是把米炒所有东西 它就是 然后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称为火米茶 这个就是日本人称为 草米就称为火米 然后它 它是比较活性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拿来做泡茶 那也很像类似日本的玄米茶的概念 它吃起来很香 对 然后呢我觉得它如果泡茶 茶的味道一定很清香 对那就是在泡茶的时候 会有淡淡的一个米的香气会出来 那茶汤的颜色也不会很深 然后重点是它虽然是火米茶 可是像有些人喝茶夜市会睡不着 对 对这个是火米茶 但是它是米做的 所以一般人喝了茶咖啡 没有什么咖啡音 对它都没有咖啡音 所以就会有睡不着的问题 那它这个可以回充几次 它才比较不会淡掉 基本上这个话 我们建议大概一到两次 因为你吞太多次 它的米的香气还是慢慢的 慢慢的比较淡 那你泡完之后 这个东西就会像茶泡饭 你就可以拿来吃 所以这个泡完的时候 不要丢掉就可以直接吃 真的很棒 那现场我看到米一包一包的 感觉好像米盒 对这个 另外这个我们家的米 这个是小包装的 那这个是为了符合 我们一般送礼的客人 或是在北部的客人 因为它没有 第一个它没有煮那么多 然后再来是 如果你送太重的东西 提的不方便 有点重 而且摘配也不能摘配 对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提这种小礼盒 哇 那礼盒像旁边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另外的 梅子粉 不是不是 就是这个传统的古早味 古早味就是我们的微乎 然后就是用捧蜜香去做出来的 那因为我们自己有请朋友帮我们做捧蜜香 捧蜜香就是旁边这个吧 这个这个也是传统的古早味 这是有虾糖跟麦芽所以结块 那爆出来的圆形呢 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抹粉的动作把它做成米乎 所以就是一个是有甜的 一个是没有甜的 原来如此 这个捧蜜香是不是那种婴儿小朋友都可以吃啊 对就是 像这个米乎可以当作婴儿的副食品 像我们一般都是吃麦筋嘛 比如说国外的小麦做成的麦筋 那基本上像我们家现在的小儿子 我们的米谷队长 他就加这个 把这个当作它的副食品 这样再加在牛奶里面 哇那旁边这个肉肉饭 是不是你们有在旁边摆摊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肉肉饭 等一下我们可以有掌声打 之后可以用掌声打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用什么做的 对然后这个肉肉饭 它有一个名称 它就叫做 暢秋乳肉饭 为什么 就是吃起来会很爽 对很爽 然后因为是我们家的米 所以吃着很快乐 然后这个乳肉饭是 这个初期我们会做是因为觉得说让客人试吃嘛 那我觉得 单吃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我说那我就开始做卤肉饭 三次卤肉饭 平常吃不到 结果我去展售的时候才可以吃到 原来很好吃 对对对 对那这样子听了这么多 这么多米的其他的食物 那我想要拍照 对啊 像是说我对客家文化 其实也是蛮好奇的 打卡点 对我们到了苗栗 都会想要去南庄老街啊 如果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就要去我们的客家文化馆嘛 对 那像到我们客家文化馆 有哪一些的部分是可以快速的了解我们客家的文化 像现在我们在童童那边有个客家文化馆 然后目前如果现在可能五六月的时间就是有所谓的五月雪 就是童花季 就是那也是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像三亿有很多所谓的网拍的景点 就是网红在拍摄的景点 所以去那边都很漂亮 感觉真的很棒 那南庄老街呢 南庄老街那边更多啦 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比较久远的 应该说经营比较好的一个观光老街 所以你那边除了吃喝玩乐还有拍照都ok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搭配一日游的景点 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饭咪汤还有我们的御饭团 然后买米回家之后再去逛老街 真的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叶大哥身上学到超多 像我们只要买叶大哥的米我们都不用再泡 像我们这种回家的啊工作上班一整天的 回娘家 对 就是直接买 买那个叶大哥的米就直接一手就可以直接包饭 就马上送给婆婆 你就马上有伴手礼了 没错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叶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做这么热烈的分享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叶大哥 谢谢 谢谢叶大哥 谢谢 那喜欢我们这集的节目的话 别忘了帮我们留言 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集见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